你这拍天空啊 拍那个中国空间站 这是镜头 对 对 60秒主相机开机 往前就走起来了 进入画面 拍上了 完美完美完美 公元2022年12月31日 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 中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布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然而谁能想到 31年前的中国空间站 还是一张蓝图 追逐星际大海的这些年 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答案就在心里 这是商帅 一位航天青年 双程光学雷达跟着正常 今年31岁的他 已经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空间站系统总体主管设计师 我们的工作就是航天器在地面时候 它的设计 生产 制造 補装 集成 测试 那么等航天器上天以后 它的飞行控制 等等一系列的工作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青年人才可不少 有8万人 2022年 商帅所在的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 想要给总书记写一封信 商帅和中国航天挺有缘分的 他初生那年是1992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刚刚立项实施 在所有的航天系统中 载人航天系统可以说是最复杂的 立项之初就涉及到了七大系统 到了空间站阶段 增加到了十四大系统 上百家的分系统 以及上千家的生产制造单位 当时既没有图纸 也没有经验 人家也不给你 所以他们都是靠自己力量 我们已经错过了大航海时代了 我们不能再错过大航天 我们一定要利用航天 发展性的技术 拓展中国人的太空的生存空间 到了1992年9月21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实施 确立三步走战略 建设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就是战略的终极目标 都希望之后越高越快越好 用国家增口器 刚开始我们想象不出来 中国的空间站应该是什么样子 只能一步一步来 往第一步就走了13年 在任航天要求的是高可靠性 所以在神舟一号研制的时候 整个连试经历了200多天 祝福 和平利用太空 盗护全人类 我们奉励之前 神舟六号 载载航天飞机任务 准备团定 请指示 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 都可谓步步惊心 全国各地的科研团队 日夜奋战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中国载人航天的步伐 越来越快 步步惊艳 时间来到2022年 决战空间站建造的冲锋号吹响 这是中国空间站建设 最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岁 商帅也30岁 我认为我们是幸运的 身奉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在短短的几年 就能见证 中国载人航天的一飞冲天 他和空间站建造 青年团队的同事们 把最近几年的航天经历 也写进了这封 给总书记的信里 在五四青年节前夕 把信寄了出去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月2号 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 九年来 从天宫 北斗 嫦娥 到天河 天问 西河 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 一大批航天青年 挑大梁 但重任 展现了新世代中国青年 奋发进举的精神风貌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以后 作为空间站组装建造的一员 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高兴 同时也感到了 肩上的沉甸甸的责任 在中国空间站建设的攻坚之年 这封回信 对于正在冲锋的中国航天人来说 绝对是动力最强劲的助推器 5月10日凌晨 我们迎来2022年 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的首次发射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进入太空 这标志着中国空间站正式开启 全面建造 从2022年5月到年底 中国载人航天一共进行了 六次重大的发射和飞行任务 完成了中国空间站 三个舱段的梯子构型建造 为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也让我们14亿中国人 在仰望星空的时候 会想到我们在太空也有一个家 这个正在拍摄中国空间站的人 就是我 中国空间站的超级大粉丝 我好清楚 我太夸天了 去年因为是构型变化特别密集 所以我去年 我最自豪的事情 就是用天文晚静 记录下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历程 从小到大的 12种构型变化 这几年中国航天有太多激动人心的时刻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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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主播国家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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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党十六号 我一打开 记点上烧门 主播天空 先去办公 发射塔的周围有很多树 只有这棵树生存了下来 经历了很多次的炙烤 但每一次烧焦过后 他的枝叶又重新的生长了出来 大家都叫他树坚强 他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的新火相传 建设航天强国 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 希望广大航天青年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 勇于创新突破 在竹梦太空的征途上 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 为我国航天科技 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再立新功 近期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 登月阶段任务 已经启动实施 总的目标是2030年前 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尾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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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